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事情呢 其实我们本来一直想我们四人找一个时间一起吃 然后但是一直也没有一个特定的时间能让我们直播吃这个飞鱼罐头 而且买完之后到了公司也不知道快递去哪了 所以说这个事我觉得既然答应过了 真的没有网友们买完了快递没有了 记到彦泽东的公司请他吃飞鱼罐头 然后所以别让大家记了 我们还会肯定还会再买 我觉得就是在后面就是如果有时间的话肯定会把这个事做了 所以一定会承诺给大家 一定会承诺给大家一定会做 而且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 大不了就吃不了吧 反正就是我心里挺想尝试的 因为我看网上好多人都不行了 真的不行了 之前也有很多人表演吃飞鱼罐头 就是我看到有一个狗闻了吐了 那个还挺让我感触的 闻了吐了 你们那个会直播吗 拍完了以后都不行了 应该我觉得会直播吧 直播可能还在互动 要不然怕就是纯恶心 纯恶心 这好多问题啊 我这挑来挑去的 我的问题呢都不见了 是飞鱼罐头了 我们再挑一些啊 再挑一些我们就要跳到下一个了 公司对你好不好 这种问题肯定好啊 这能不好 这次的采访 说我们大卖VR的VR大卡秀 这次的采访可以让东东 全程标普吗 虽然东东的东北腔很爱听 但他说标普很少啊 好想听他说 还特地爱他了 你不定都没看见 全程标普吗 我特别好奇就是你拍戏的时候 你会不会标出东北口音来 然后就会笑唱 我拍戏的时候不会 拍戏的时候都会 比较克制自己 俗话什么的 就是因为如果是一些收声的的话 你要是说 是带东北话的 要带枪的是吧 他会听不懂 就是在后期配音论 就听不懂 对 所以说拍戏的时候不会 而且前两天我去 串了一个戏 他们就是现场收声的 所以说我没办法 东北话 如果说来很奇怪的 是啊 就不是说我要说 就是有的时候私下 有点控制不住 那你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做过比较出糗的事情 让大家乐一乐 比较出糗的事啊 恶多剧什么的 或者是让别人出糗 或者是让别人出糗 结果没出糗 好 然后自己说了 说这种事 特别多 但是 就是因为特别多 所以 找不着 如果想一件事 我真的想不出来 但是我平时真的是 上学的时候 我觉得生物中 这小恶多剧 特别 特别多搞笑的事 比如说 我开车 我经常会有一种想法 心理 拿到驾照了 我以前就 就是 我每次锁完车之后 我会想 车锁了 那是强迫症 对 我就是有点强迫症 就是我会想车锁了 然后有一次 因为我在家里的停车位 和家里的车位 离电梯很远 就是要走好远才能 就是停车停上 那是走好远才能上 停车场 我跟你讲 你要注意 我在沈阳的家里面 也有停车停的 就是在 陆地的 我一般都在沈阳开车 然后之后 就是停到那里之后 就得走好远 然后有一次 我真的是 晚上我回去 好像很晚了 然后 我从车上下来之后 锁完车之后 我走到家楼门口的那个 就是电梯上的时候 我都已经到家门口了 已经开门了 我突然间脑海中想 我锁车了 没锁门 我锁车了 没锁 往上的时候我就想 我没锁吧 我好像锁了 我锁没锁 我真不知道锁没锁了 大半夜三点多了 我又下楼 又重新下楼走了停车场 然后又锁了一遍 对 其实是锁了 然后又锁了一遍 然后我锁一遍 然后再到家之后 躺在床上了 我又在想 我锁没锁 我锁没锁上 我真的是 我这最锁的一遍 你这是强迫重疾的患者 就是我每次锁上车 我会拉车门 那你要是在身边的话 你拉车门 车门会开的 对 就是 我要 就是要按一下之后 它锁上了之后 才会 就我在沈阳开那个车 那个是一个 然后它 它没有那么高端 它没有那么高端 或者怎么样 就是我在锁完车之后 它就拉就 开不了了 我每次停完车 我会 那你出门的时候 有没有 就是锁车这个 出门就是 我都到楼底下了 有没有想到 哎 我那门锁没锁 然后就跑上去再检查 锁门我一般不会想 我就是锁车 锁车我特别严重 就总感觉好 我没锁车 好多次 而且 锁车恐惧症 就是我开 朋友的车 或者怎么样的时候 也是 我们都开完车之后 下了 比如说谁累了 让我开 或者怎么样 我开完下车之后 我们都已经进到饭店里边了 我锁车了 然后他说 你锁了 我看你锁车了 我虽然是你的车 我得 我再看一遍 我得跑去看一遍 因为他们就是那种 钥匙在兜里边 然后感应的那种 所以你拿钥匙感应那种 我一定会把钥匙放到它旁边 然后我自己出去不带钥匙开啊 我这样的 我不是有病吗 我拉一次开一次 拉一次开一次 因为 因为我好久小的时候 也不叫小的时候 就是年轻的时候 就是朋友有车 那种感应的 干过这种事是吗 然后 我说我帮你锁车 反正有那个锁 然后特别觉得就是 现在就特帅嘛 然后我也是 我说 我给你锁了吗 然后我就回去了 我是没锁 然后我就按了 但是现在很多都是 就是必须要先拉一下 它是摆车给打开 然后再拉一下 车才开 你如果拉一下之后 车就是已经打开了嘛 你就直接把车 再锁上就好了 就证明你上次锁了 所以说锁车这个事 锁车的这个 我也是锁一遍开一遍 锁一遍开一遍 锁一遍开一遍 这是 而且我还有那种 其实我强迫症 算有点深 我们之前跟几个朋友也是 强迫症 特别多的强迫症 就是说盘子一定要洗干净 一定要摆好 摆好我倒没有 办公桌一定要整齐 我的电脑 两台电脑怎么放 然后这个要怎么放 其实摆放东西 衣服一定要 等等我没有 我的乔本都是那种锁车 或者打麻将的时候 牌一定要正过来放 我也是 就是 就算一饼一碗 就一定要正着 对一定要正着 然后每一项都放在一块 然后直动 就是袜子 条子 桶子 然后碰出去的 一定要正着摆 或者怎么样 你就这么能反 我旁边的人反了 我会通过给他 就给他放正 麻将是东北麻将吗 我们一般玩都是 沈阳麻将和上海麻将 沈阳麻将就是 我记得是 你糊的时候 必须要一根九的 对 一定要有要九 东西南北风的其中一个 那不是 沈阳麻将是 你一定要要九 就是一饼九饼 一万九 东西南北风是可以代替要九 对 你要是有东西南北风和中华白 可以代替要九 可以不用要九 然后必须要碰 碰开之后才能糊 不带闭门糊 有惑吗 没有惑 沈阳麻将其实特别难糊 其实听起来不太好 对 但是其实 因为在沈阳长大的 从小就玩沈阳麻将 麻将技术怎么样 哎呀 我觉得真 这个麻将那么东西 为什么会聊到麻将 为什么会聊麻将 因为我从小开始玩麻将 你是哪人 我北京人 北京人 北京麻将玩过吗 没有 北京麻将特别简单 给网友们普及一下 北京麻将 就是吃碰低糊 吃碰丁糊 就是你可以吃一嘴 可以碰一嘴 但是你吃了碰了以后 你就门不清了 门不清了之后呢 你就别人打 你就不能糊了 你就得自己糊 我知道 只能糊 只能四摸 对 东北麻将 是不是这样 谁要碰一嘴 别人打的也能糊吗 如果碰了吃的 就是想要麻将 是不带手把一 啥 手把一 给粉专的解释一下 我们叫手把一 手把一是什么呢 就是 比如说 我有五桶 然后 我有五桶和六桶 我的上一家打了四桶 我就可以吃一下吧 四五六嘛 我吃完之后 如果我吃了一串之后 我手里边的牌 一定不能最后升一掌 我手里边就升一掌 就糊不了了 我就不能糊 因为我吃了 那你们会有什么 七对一条龙那种吗 七小对有 七小对其实是没有的 但是我们平时打带上了 因为七小对特别难 然后一条龙 而且赢的会钱大 没有 赢的多 但是十三腰什么的 也都没有 北京麻将 就是会有七小对 有一条龙 然后一般都是 别人打最好尽量别糊 因为别人打尽量 别碰别吃 因为这样的话 你就不好糊了 对不好糊了 然后有惠 然后惠可以代替 然后你抓死 惠是万能的 惠是万能的 是赖子 就是那个斗地鲁的赖子 对 惠是万能的 大王小王 然后你凑了四个惠以后 就会 就是你先提前规定好 比如我抓四个惠 我就可以 比如说一家给我多少 然后就这种 我们玩 当时在上海玩的麻将 有一种是这种的 就是抓花 抓一个花多少钱 一个花多少钱 然后就糊了 一花一花一花这么算 网友们 不是说多少钱 是我们拿那个飞 就是拿脖子当飞子 计算谁输谁赢的一个工具 不二钱啊 我有会玩钱 不玩钱呢 不玩钱就没有动力 不玩钱就没意思了 不管玩大玩小 就是你打算玩一毛钱 就是你是个有笨头 不是说为了赢多少钱 我怎么有动力 所以不玩钱没意思了 就下雨 因为你玩麻将 因为你玩麻将不玩钱呢 真的是 玩麻将不玩钱 真没有动力 玩不去 一毛钱也可以 只是个动力 又不拿现金 都微信转账了嘛 玩一玩 如果真不玩钱的话 就困了 真就不困了 没有动力 就玩玩没有意思了 就大家算钱的话 会比较好 我们再问几个问题啊 我们就这一期就到这了 这个得问 差一点错过了 请东东解密一下 国庆的时候 微博照是谁发的 微博什么 就是微博里面的照片 是谁 是谁拍的 谁拍的 因为我国庆的时候 回家了嘛 不要说爸爸妈妈拍的 不是爸爸妈妈拍的 是朋友拍的 是我跟我几个朋友去玩 然后之后 我看到了一个墙 是那种 它是一个打印的一个大画 那是在北京吗 那不是在沈阳 那你坐在一头桌上 沈阳 那是在沈阳 那我以为是在北京 然后之后 我就看到了之后 我就想 正好那天他们带相机了 我就拿相机 我说你 马上你给我拍两张照片吧 因为平时现在 平时喜欢拍这种简单 我不喜欢 不太自拍少一点 所以你不喜欢自拍 你想被拍 有的时候是 去三里屯吧 去三里屯 全都是给你 全都是摄影师 全都是摄影师 因为我之前有一次去 一帮人帮我拉住了 拉住的时候 就说是拍照 你好给您拍照 对 然后拍完照出去 要加微信 加你微信照给你发 然后说是影视公司的 然后请你去当模特 但我都没夹 或者什么 就是他说拍照 我就说我说不拍了 之前的时候 还没有眼 他会追着你 追着你 我还有同学什么也是 就是经常去那边 就是咔咔 不是狼啊 或者怎么样了 每天都有这么多摄影师 他们拍这些照片 干什么用啊 不知道 你问问粉丝们 你们有人是在三里屯 拍照的吗 粉丝们肯定也有很多 都是美女 肯定也会被 肯定会经常去玩的话 肯定会被拍 所以是朋友拍的 本来还想挖点什么八卦 男朋友还是 男性朋友还是女 我们是一帮人出去的 但是是跟女生拍的 因为他的拍照技术 是最好的 最好的 因为说实话确实是 修图技术也是不错的 对 就是在拍照这方面 就是你让男生拍 让我拍 或者让我旁边的男生 给我拍照 或者什么 拍完之后一定是比例 不太 对 不太对 除非是学摄影 我来看这个 除非是学摄影的 或者怎么样的 要不然就是女生的构图 可能会比较好一些 这我真觉得是这个事 我觉得你的粉丝都特别的用心 然后我们说要采访你 然后他们就会说 好多问题 然后照顾好你 然后喜欢让你多展示一下 最真实的一面 不要太跟在那 所以我们今天 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状态 就是燕子东平时什么样 他现在就是这个样 对 就觉得就真的是特别优秀 那么准备的好多吃 不能膨胀是吧 对 你最喜欢自己身体的哪个部位 最喜欢自己身体的哪个部位 其实我最喜欢自己身体的哪个部位 我原来最讨厌那个部位 现在我最喜欢 就是眼睛 眼睛 我原来特别讨厌自己的眼睛 你霜一片带你 我是内双 我原来觉得内双 你不单也不霜 两边都沾不到 但是后来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 我发现 哎呀那双挺傲寒的 有没有想去拉个双眼皮 哎呀 不太敢 怕疼呗 对 我就特别怕 不是说怕疼 我是觉得如果做的 我没做好的话怎么办呢 拉扔肚腺 回不来了 就回不来了 你听过一个笑话吗 就有人去拉双眼皮 他们躺着 然后在双眼皮 拉底下就拉 拉眼带了 拉扔肚腺 拉扔肚腺 那个笑话也是挺逗的 好我们再选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还是我觉得应该好好地回答一下的 东东内心强不强大 这我们先不聊 粉丝越来越多 会不会膨胀 我们也不聊 就是说有喜欢你的人 就一定会有不喜欢你的人 这个是大家避免不了的 任何一个人 再红的明星也好 再红的再谁也谁都也好 那如果你出现黑粉了 有人恶意地攻击你 你会怎么去面对 其实 因为我经常会看网上评论 或者是一些什么 你现在评论都还是 都还是 都还是不错 还是很好的 但是你免不了有不喜欢 肯定会有 因为一个人都是两面的 因为像很多 就是很有名的明星 或者怎么样的 演员什么 都是 肯定会有人吧 有人喜欢就有人不喜欢 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在意这个东西 但是 人总是有底线的 就像前两天我看到微博上 我特别喜欢那个演员 就是陶熙然 就是演安玲蓉和那个演 最近演那个麻雀吧 那个演员 胭脂 对 胭脂 是胭脂 他演那个 就那个那个 胭脂 对 我最近看 我一会儿分不清这两个剧 就是叠战剧 最近这个连在一起了 我朋友圈也说 胭脂骂 却分不清楚 对 然后之后我就特别喜欢他 我经常会看他的微博什么的 我有一段时间看到他上那个热搜 然后就是有人 因为他刚生了宝宝 他女孩 女儿非常可爱 然后 有人就攻击他的女儿 我觉得这种人就是前骂 他 他的 网络暴力实在是 对 我非常赞同 就是 你是人都要是说 你骂到我孩子了 一个形象 一定要是文明的 但是每个人都有底线 对 你触碰着一个底线的时候 我觉得就 不可能忍了 或者怎么样了 但是 我觉得一般 有人骂你呢 骂我自己 我觉得你怎么骂都无所谓 我不是生气 别带着我的家人 别带着我的家人 就是家人 或者是我的朋友什么的 因为 我的职业可能跟别人不一样 可能是一个比较 就对外的公众的一个职业 但是我身边的人不是 我不希望我的家人 或者是朋友 就是工作归工作 我的演员也是我的工作之一 但是不行 对 我觉得你可以 比方说 你不喜欢我 你在我的微博底下留言 或者怎么样 但是你要是去攻击我的朋友 或者家人 我就会很受不了 因为我也 不是一个说脾气特别能 脾气好吗 我脾气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好 有的时候 时好时不好 我很变的一个人 而且我特别感性 对 你不理性 我不理性 我特别感性 你夜晚会不会理性 夜晚会理性一下 但是其实我更多的还是感性 我理性的时候很少 所以会冲动 对会冲动 然后我看一些东西就可能会哭 因为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真的就是感性的人才能更好的种角色 我就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物 我有的时候我想理性 我是感性了之后我发现 我生完气了之后 我再静下来之后我发现 我好这么做不太对 就冲动吗 冲动了之后才发现 冲动是魔鬼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有人会攻击到我的家人或什么 我如果真的是男情道抱那种话 我也忍不了 我觉得一定要这么做 要不然就是如果有一个人讨厌你他这么做了的话 看你没有反应 其他人他也出击 那你受到的攻击机会更大 就是所以我就特别支持陶欣然这个做法 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对个人的人生攻击的话 大家都可以忍 但是一个刚出生的孩子 什么错都没有什么也没有做 你就这么说人家 你觉得这个特别过分 对就是积点口德嘛 真的就是积点口德 所以所以喜欢燕子东的人就有福气了 以后谁要是 谁要是黑我 谁要是黑 对就是 你的家人你的朋友 喜欢你的粉丝也是你的重要的一部分 对我觉得 而且我也特别不希望看到 就是粉丝吵起来 因为粉丝不要吵架 前两天我们上了另外一个节目 然后就有人在里面就说什么 为什么今天东东和乐乐互动这么少啊 或者怎么样的一些 哎呀你要这么说我们今天自乐都没来 因为今天乐乐在拍戏 乐乐在拍戏 她在拍戏 她的时间空不出来 不是我们的情形 本来是我们两个一起来的 对其实有更多问题的 但是乐乐今天拍戏没有办法的 然后就是我就觉得就是 其实可能大家在采访中看到的我们 只是一部分 对 不可能说像现在生活中接触的那么全面 不很真实 但是不可能是全部的 就是有一些 比如小动作或者是我的一些行为 或者什么 不是说大家 有一些人就是爱分析 他会越想越黑或者怎么样 或者是护着一个人 或者护着另外一个人什么的 可能这就会引起大家之间的吵或什么 但我觉得我们 我们两个的关系本身就还挺好的 然后但是 对啊 就不希望大家就是因为这种事情啊 粉丝什么的 这种猜啊什么之类的 粉丝之间不要打架 相亲相爱到永远 然后喜欢燕子东的支持他的这两部剧 然后他之后呢 也会给大家呈现更多的好的作品 然后我们也是准备了签名 签名照 还有这个 这个袋子 东东等一会儿会签上字 然后我们会从我们上一条大麦VR的留言里面呢 抽出 是刚才我们回答的问题的人里面吗 也我们会从那个大麦VR留言里 这里面你也可以挑 你可以挑挑一个 然后我们从大麦VR的那个里面也挑一个 对 你可以仔细的挑 这个我们等一下 东东体验过VR吗 什么感觉 啊这个 这个 你画了三个心 这个是因为 节目就是VR 这个没有内幕啊 这个 这个真的没有 这个真的是我翻了一页之后 第一个就是这个 我只是觉得这个问题 他自己画了三个心 他自己没有问题 对 对 就这不是内幕啊 这个 对 东东喜欢体验过VR吗 我之前去商场的时候体验过一次 而且 坐在那个蛋里 对 坐在那个蛋里面戴着那个眼镜 然后 挺好玩的 我看 就是 索尼也出了一个VR的那个 那个加工机 然后 我想等到过一段时间能买到的时候 我也买一个 对 VR现在是一个趋势 所以我们这个 所以是 VR大咖秀 VR大咖秀 然后粉丝到时候呈现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种跟东东坐在一起聊天 就365度 365度 做客 然后 拜拜 希望下一次 拜拜 乐乐跟东东能够一起来啊 三胖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打招呼 拜拜 大麦VR 梦幻成真 意境诚实 大家好 我是燕子东 我要挑这个问题 我画了两颗淘心的 这个估计大家看不到 东东之前承诺的直播吃飞鱼罐头 什么时候兑现呢 后面有个狗头 这个事情呢 其实我们本来一直想我们四人找一个时间一起吃 然后但是一直也没有一个特定的时间 能让我们直播吃这个飞鱼罐头 但是买完之后到了公司 也不知道快递去哪了 所以说这个事我觉得既然答应过了 真的没有网友们 买完了快递没有了 寄到燕子东的公司 请他吃飞鱼罐头 然后所以 别让大家寄了 我们还会肯定还会再买 我觉得就是在后面 就是如果有时间的话 肯定会把这个事做了 所以一定会承诺给大家 一定会承诺给大家一定会做 而且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 大不了就吃不了吧 反正就是 我其实挺想尝试的 因为我看网上 那个味真的是 好多人都不行了 真的不行了 之前也有很多人 表演吃飞鱼罐头 就是我看到有一个狗吻了吐了 那个 那个还挺让我感触的 吻了吐了 你们那个会直播吗 嗯 拍完了以后 应该我觉得会直播吧 直播可能 可能还要互动 要不然怕 怕这是纯恶心 纯恶心 这好多问题 我这挑来挑去的 哎我的问题呢 都不见了 是飞鱼罐头 我们再挑一些啊 再挑一些 我们就要挑到下一个了 嗯 公司对你好不好 这种问题 肯定好啊 这能不好 这次的采访 说我们大麦VR的VR打卡秀 嗯 这次的采访 可以让东东 全程 全程标普吗 虽然东东的 东北腔很爱听 但他说标普很少啊 好想听他说 还特地爱他了 你不顶着没看见 全程标普吗 哎呀我 我特别好奇 就是你拍戏的时候 你会不会标出东北口音来 然后就会笑场 我拍戏的时候不会 拍戏的时候都会 比较克制自己 俗话什么的 就是 因为如果要说一些 收声的的话 你要是说 就带东北话的 要带枪的是吧 他会听不懂 就是在后期配音论 会听不懂 对 所以说拍戏的时候 不过 而且前两天我去 呃 串了一个戏 他们就是收 现场收声的 所以说我没办法 说东北话 如果说来很奇怪的 是啊 就不是说我说 就是有的时候 私下有点控制不住 嗯 那你到目前的 有没有做过 比较出糗的事情 让大家乐一乐 比较出糗的事啊 嗯 好多 恶多剧什么 或者是让别人出糗 或者是让别人出糗 结果没出糗 好 然后自己说了 说这种事 哎呀 特别多 但是 就是因为特别多 所以 找不着 想一件事我真的想不起来 但是我平时 真的是上学的时候啊 我在生活中 这小恶多剧 特别 特别多搞笑的事 比如说 我开车 我经常会有一种想法 心里 拿到驾照了 我以前没有 就是 我每次锁完车之后 我会想 车锁了 那是强迫症 对 我就是有点强迫症 就是我会想车锁了嘛 然后有一次 因为我在家里 那个 家里的那个停车位 和家里那个车位 离 就是电梯很远 就是要走好远才能 就是停车停到的时候 走好远才能上往 停车场 我给你讲 你要注意 我在沈阳的家里面 也有停车停的 就是在 陆地的 我一般都在沈阳开车 然后之后 就是停到那里之后 就得走好远 然后有一次 我真的是 晚上我回去 就好像很晚了 然后 我从车上下来之后 我锁完车之后 我走到家楼 门口的那个 就是电梯上的时候 我都已经到家门口了 已经开门了 我突然间脑海中想 我锁车了 没锁门 我锁车了 没锁 往上的时候 我就想 我没锁吧 我好像锁了 我锁没锁 我真不知道锁没锁了 大半夜三点多了 我又下楼 又重新下楼 走到停车场 然后又锁了一遍 对 其实是锁了 然后又锁了一遍 然后我锁一遍 然后再到家之后 躺在床上了 我又在想 我锁没锁 我锁没锁上 我真的是 我这最锁车的一件事 强迫重疾的患者 就是我每次锁完车 我会拉车门 那你要是在身边的话 你拉车门 车门会开的 对 就是我要 就是要按一下之后 它锁上了之后 才会 就是我在沈阳开那个车 那个是一个 然后它没有那么高端 它没有那么高端 或者怎么样 就是我在锁完车之后 它就拉就开不了了 我每次停完车 就会 那你出门的时候 有没有 就是锁车这个 出门就是 我都到楼底下了 有没有想到 哎 我那门锁没锁 然后就跑上去再检查 锁门会一般不会想 我就是锁车 锁车我特别严重 就总感觉好 我没锁车 好多次 而且 锁车恐惧症 就是我开 朋友的车 或者怎么样的时候 也是 我们都开完车之后 下了 比如说谁累了 让我开 或者怎么样的 我开完下车之后 我们都已经 进到饭店里边了 我锁车了 然后他说 你锁了 我看你锁车了 我虽然是你的车 我再看一遍 我再跑去看一遍 因为他们就是那种 钥匙在兜里边 然后感应的那种 所以你拿钥匙感应的那种 我一定会把钥匙 放到他旁边 然后我自己出去 不带钥匙开 这样的 我不是有病吗 我拉一次开一次 拉一次开一次 因为 因为我好久小的时候 也不叫小 这就是年轻的时候 朋友有车 那种感应的 干过这种事 然后我说 我帮你锁车 反正有那个锁 然后特别觉得 下来就特帅 然后我也是 我说我给你锁了吗 然后我就回去了 我说没锁 然后我就按 但是现在很多都是 就是必须要先拉一下 它是摆车打开 然后再拉一下